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动失败之后 他的全家几乎都被杀光 只有他一个人侥幸地逃了出来 后来乔庄打扮 辗转上井冈山寻找毛主席和队伍 最终在贵东沙田遇到了毛主席 跟随一起上了井冈山 开始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之旅 最为艰难的长征路上 当时戴船朱是拖着柄走完长征的 再过金沙江时 为掩护中央纵队 前几 他带领红武团和敌人血战 成功掩护部队撤退 然而他却胸膛动了枪 后来由于医疗条件差 他的伤一直到了延安之后才治好 这也为他的英年早是埋了病根 到了延安之后 来船朱又奉命前往新四军 担任参谋长一直长达五年 当时他负责新四军的经费 这期间他为延安和巴陆军送去不少经费 这对当时情况困难为延安和巴陆军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在解放战争中 1949年 赖船朱成为了第四野战军 第十五兵团的政维 当时的邓华是司令员 他最大的贡献是一局解放海南岛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 据说后来在打授贤时 由于赖船朱是总战部部的副部长 负责部分的授贤工作 按资历和战功他本该是上将的 可是他多次请求自己只受中将即可 另一位负责徐立青也是本该受上将 坚持只要中将 毛主席对他们都是多次拒绝 最后还晚 赖船朱必须是上将 至于徐立青则成了中将 赖船朱成为开国上将 可更一般的上将会一样 据他的儿子回忆所说 当时赖船朱的工资是和毛主席差不多的 比毛主席只差40元 不过赖船朱并没有把钱都留给孩子 而是帮助了许多人 1965年12月24日 赖船朱因病去世 年仅55岁 他去世后留给孩子的遗产 请为2000元多一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不过赖船朱 收听 感谢观看